夏天就来到了 炎热的天气 大家找回自己的泳装 准备下水礼味 David大卫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探险 今天我们前往的地方就是浅水湾 顺着走下去会遇到三个泳滩 包括浅水湾 中湾和南湾泳 至于去到南湾泳滩 左边甲角延伸出去的位置 就会有一个年岛沙洲 头洲 那里就有一块非常特别 非常热门的打卡景点 就是哥斯拉石 但是要沉仿这块哥斯拉石 都会遇上重重的难关 今次我们探险的方式 就会涉水游过去 今趟的旅程 我们一起涉水游到岛的中间 一处无人的荒岛 都挺刺激好玩 大家准备好下水礼 我们就一起探险 请大家订阅David大卫的频道 你的支持就是我的拍片动力 我们现在准备去的就是前水湾泳滩 南港岛来说前水湾都是一个很多人去 很热门的一个沙坛 巴士的旅途遥远 好歹我今天带了一部小米Buds 3T Pro的最新款 蓝牙耳机 具有超强的环境消灶模式 所以在车厂里面这么吵的环境 我都一样可以听着歌 一路享受这一趟的旅程 而降噪模式它都有四个选项 包括自我调节 轻度 均匀和深度的降噪 通透模式还可以选择人声增强和通透模式 而且它的连线方法非常简单迅速 只需要打开充电盒就立刻可以连线到 每一次使用都可以非常方便 港都南区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在坐车的旅途我们看出窗外都可以看到一片风光如画的风景 半个钟的车程我们就到达了浅水湾站下车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David 我身边这位就是Vegan Hello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 这里就是浅水湾泳滩 这是一个经常很多旅游人士必来的地方 都是一个很美的沙滩 很多树山在这里 不过地下的沙滩就有少少粗糙 但是在南港岛来说 这个沙滩都算数一数二出名的一个泳滩 今天我们来到浅水湾 其实我也准备了一些工具 里面装了很多防水用品 今天来到浅水湾这个地方 主要介绍南港岛区的三个泳滩 还有最终目的我们其实想挑战 那一个最远处的哥斯拉石的一个年岛沙洲 第一站我们先来到浅水湾 介绍这个地方给大家认识一下 浅水湾这个泳滩整条沙滩非常之宽广 和金黄色非常之璀璨 这个沙滩种了很多树木 很有夏日的风情 既然叫得是南区最出名的沙滩 当然有它的特色 这个浅水湾冰滩整个沙滩其实都很宽平 都很多位置给我们可以扎营铺地席那些 英文来说叫做repulse Bay 叫做拒绝湾 因为以前这里经常都有一些英国英军的船者 在那里拍岸的 其中一艘船叫做拒绝号 英文名叫做repulse Bay 长长的沙滩一共有292公斤长 这么长的沙滩一对情侣要来回走一个圈 都要走很长的时间 可以静静散步散心 是一个相当浪漫醉人的景色 去这个头洲之前 我们都会经过中湾和南湾泪 顺便去那里拍一拍那里的很漂亮的海滩 给大家欣赏一下 去到沙滩的左边 其实也有一处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这里兴现了一个 比较近海边的一个观岸点 一个观海的地方 大家就可以坐在这些座位上 去细心欣赏附近周围空旷的山脈 去到沙滩和沙滩 我们现在就尝试走过去看一看 很害怕 很少见过相机 都吓了一条 坐在这些座位上 就可以欣赏一大片很漂亮的风景 看出的一大片都是无边际的大海 和沙滩 走近一点 这个就是一个防沙网 可以很近距离看到人游泳 设计这个延伸出来的平台 真的非常之贴心 因为即使沙滩比较热闹的时候 都可以逃避人群 走过来这个更加宁静的地方 今天的天气到几峰和日历 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就是那里了 非常之接近 这里看虽然很近 不过其实这段距离也挺远的 所以稍后我们也会转搭一架村巴 坐去近一点的位置 在那个南湾那里 再游泳过去就会相对容易一些 这个地方真的很舒服 可以欣赏到无边际的海洋 又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沙滩 这么漂亮的这个地方 都很值得在这里停留 仔细欣赏每一处的角落 享受着大自然大便的舒适感 现在就来父亲节 其实有两款的运动产品 都想推荐给大家去做父亲节礼物 这一部就是小米Buds 3T Pro的耳机 刚才搭车的时候都用过这部耳机 一边听着歌 一边搭车过来享受着这个旅程 另一款的运动产品 就是我手上戴着的这一款 小米Watch S1 Active的手标 这两款产品都是小米旗下最新款旗舰级的产品 适合运动营用的一些产品 说得明这两款产品是小米最新款旗舰级的产品 当然它的效能亦是非常卓越非常出色 我自己都对比过其他的耳机产品 发觉这一种产品真的非常好 里面所用的元件都是一些比较进阶高端的元件 这个小米的耳机就有一个LHDC 4.0的音质 非常之高清的一个音质 戴上了之后 其实它就有三段的环境降噪模式 包括就是通透模式 就可以一边听着歌 一边都可以跟对方对话 另一种模式就是正常模式 和降噪模式 降噪模式都很好用的 相消出外面的一些音频 可以瞄解附近周围的环境声音 你就可以很仔细很细心很专心地听你想听的音乐 它的连线方法都非常之简单 打开这个盒子 连接进去我们的小米手机上面 或者其他的智能手机上面 它就可以做到一个连线 接着每一次打开盒子 它就可以很方便即时连线到 很简单就可以连接我们的手机上面 所以这个产品都很适合做一个父亲节的礼物 可以送给我们的父亲 它这部的蓝牙耳机 其实它每一边充电之后 可以用六个钟连续播放音乐 加上这个充电盒的供电 其实这两部的耳机都可以连续播放音乐 24个钟 续航力就非常之够了 如果大家真的担心忘记充电的话 这部小米12的手机 其实它都有一个反充功能 这里其实有一块无线充电的板 我们将这个蓝牙耳机 连接这个盒子放在箱上 就可以做到一个充电的功能 好了 现在出发了 另一款小米的智能手标的产品 也是一个非常之贴心的产品 待会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 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The Pulse就是这里最大间的商场 里面可以量一下冷气或者吃一下东西 搭这个村巴就可以直接去到中湾名摊 就可以省下时间和体力 车费就大概4个多 坐10分钟左右就可以下车 下车的这个地方 全部都是一些豪宅富人区 小巴大概就会走到这个交界位 这个叫南湾道 这里上面也是一个富人区 南湾大厦 我们现在准备去中湾的一个泳滩上面看看 虽然这个泳滩非常小 不过仍然会有救生员和一些更衣室和充身的设备 这里就是中湾泳滩 整个泳滩非常小 对比起前面这个浅水湾 是很明显是一眼都看得光 就是这么小 但是这里的沙都真的非常小 比起浅水湾的沙质是漂亮很多的 这些沙比起浅水湾有小很多 绵一点的 这个中湾泳滩是令我想起来 有一个半月湾和这里都很相似 都是一样这么迷你这么小 一样都是这么水清沙幼 正前方呢 就可以看到一个汤坡洲 走走走走 这个中湾泳滩大概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就去南湾泳了 好了我们上回到刚才的大马路分沙路上面 沿着这条的南湾道一路顺着走下去 就可以去到南湾泳滩了 这里就是南湾泳滩 还有一个连倒沙洲头洲的 在前面 挺漂亮的 整个沙滩都是没有人的 这里就是南湾泳滩了 让我们一起下去看看 南湾真是一个宁静隐世 和非常干净的泳滩 金光吹灿 浪漫迷人 终于来到南湾这个泳滩了 这个沙滩是比起前面那两个沙滩 是更加少人的 因为这里是一个 即是没有车直达 也是刚才的村巴都会转上去的 都是来不到这里的 所以走来这个沙滩 还要走一段的路 让这个沙滩更加容易到达 所以这里是很少人的 你看整个沙滩好像只有自己一个 不过呢 虽然是这样 但是呢 这个沙滩并不是真的很漂亮 其实很多河壳 整个沙滩都是这些的背壳 都很惨俩 这种沙地 真是未走过这种感觉 很特别 听到一路走那些石头撞击的声音 非常清脆的声音 这个声音很棒 大自然石头的碰撞声 还有这里的海浪 你会看到一吹起来 刚刚形成了一个心形 一个心形 这波浪很漂亮 很漂亮 很特别 这个南湾名探 非常特别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 就会去到这个 哥斯拉石头州这个地方 从这里看下去都非常接近 现在其实我们都要准备一下 我们现在就要走过沙滩的左手边 然后就要整顿一下行装 换一些油水的装束 准备去挑战这个哥斯拉石 准备的了 准备的了 防水袋 有什么大手套 你有手套 你有手套尽量带 你换了一双水鞋 刚才也介绍过这一部 小米Buds 3D Pro的蓝牙耳机 都是一个很适合运动的时候 配戴的一个运动蓝牙耳机 另一样在父亲节 可以做非常贴心的礼物 就是我手头上戴着这个 小米Watch S1 Active的手标 这个手标也是专用我们 一些运动人士去设计的 经常做一些剧烈运动 我都会配戴这一部手标 来监察自己的运动状况 身体的健康状况 比如好像今天这样 我要挑战这个 头周哥斯拉石 我在出发之前 都会用这部手标 去监察一下自己 今天的身体状况好不好 这部小米运动手标 其实有很多的功能 可以detect我们身体的状况 包括就是我们的心率 我们将这部手标 连络手机之后 其实我们就可以监察我们的心率 而且我们可以设定 连续监测的功能 它可以设定每半个钟 监测一次,十分钟 甚至一分钟都可以监测到 这就不用我们每一次都要 特意按一下手标去监测 它自动会持续去监测 我们的心率 一发现我们的心率 比平时不正常的时候 它都会提出一个警号 给我们监测 另外这部小米运动手标 还有一样旗舰级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监测我们的血氧含量 尤其是老人家 特别需要这一项的功能 去监测他们的健康 所以我为什么说 这一项是非常贴心的一个父亲节礼物 就是它可以监测我们的健康 它同样都可以做到一个持续监测的功能 我们可以开启一个全天开启的功能 亦都可以三十分钟监测一次 以及十分钟监测一次 血氧这一项真的很重要 一旦发现在运动之前 如果我们的血氧水平低过95% 就真的要立刻终止运动 以及要入医院查一查 所以这一项是非常保障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功能 第三样监测健康的功能 当然就是我们的睡眠质素 挑战这么困难的一个倒序 这么劇烈的运动 我们需要游泳过去 在前一晚睡觉质素也是非常之重要 所以我经常都会透过这些小米的运动手表 去监测自己的健康状况 一发现不够睡 或者精神状况陷阶 其实我都会取消一些行程 一样也是对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保障 这部小米的运动手表 其实专门设计给我们去做一些很劇烈的运动 你看到一会我们游过去的地方 是一些咸水 但这部手表就可以做到50米防水的功能 待会我们也会接受一个严峻的挑战 一个咸水50米 看看这部手表能否承受得气冲击 这部小米运动手表支援117种运动模式 现在我就启动游泳模式 准备记录下我的运动状态 一切咸水 我们就准备出发 尋找哥斯拉石 一切准备咸水 我们就准备出发 准备挑战一个球周 你也不知道防不防水 防不防水 快点油 走吧 这次我们也是尽量轻装上阵 慢慢游过去 很快我们就登陆了第一个可以站的州 又可以站了 又可以站了 站住 想不想走走 游到过来这个小州上面都挺刺激好玩 在这个四面横海的小州上面 四面横海风化程度相当高 附近岩石都非常三尖八角 站立的这个位置只是给我们用来中途休息用 而我们稍后还要游过去前面这个岛 才可以看到哥斯拉石 四面横海的这个岛上面 周围都是惊涛泊岸 大自然的力量真的不用小趣 走走走走 海浪虽然非常壮观 但也是非常无情 随便距离 鰆是很危险的 慢慢来 鰆射位区有很危险 会会要将手脚闭 小心点 一些踢出来 的 Challo Gila RAY 一些可以踢出 在海浪的冲击之下 海浪 geçieso, History很不容易才可以 produit 搜到岸边休息 也还要提防会不会太 better 燈賞的這個小洲就是頭洲 就可以看到哥斯拉石 頭洲已經遠離岸邊很遠的位置 看出一片汪洋 慢慢靠近過來這裡 腳放在前面 測試一下有沒有石頭 我們要抵抗海浪 燈賞石頭也相當驚險 我的朋友第一次燈岸失敗 現在就嘗試第二次了 沒想過原來在岸邊風和日嶺 出來海中間不斷波濤洶湧 拉過來 好 上得上得 嘩 經歷過與海浪一番的搏鬥 終於登上來頭洲這裡 本來還想著這裡可以走過去 直接看到哥斯拉石 不過原來走到盡頭 都是無攻異環 只是看到一些陡潮的硬壁 休息過後 沒辦法又要再次下水了 這裡有一個平台仔 慢慢看到 改右也可以 右邊 因應風向和水流的方向 我們決定在右邊 特圍會比較安全一些 在這裡也呼籲一下 要拍這個哥斯拉石 都會帶一定的風險 所以各位觀眾一定要熟悉水性 而且很有經驗 量力而為才好來 我們現在繞著頭洲 走到頭洲的北面 在山與山之間漸漸露出了 哥斯拉的形態出來 看到我們的目標 我們現在走入直路 準備前往尋訪這塊哥斯拉石 不過要成功上岸 都驚險處處 一波三折 青桃海浪 哇 哇 哇 很漂亮很漂亮 哇 很嚴峻 安全起計 我們這次是順住水流的方向 在北面上岸 如果在南面上岸 就非常驚險 海浪隨時可以把我們衝撞到岸岸的位置 令到我們受傷 有經冒險地 我們終於登上了這個岸岸位 來到尋訪哥斯拉石 由於今天帶潮象 我們都沒有辦法 可以走近去那裡拍照 純粹在這裡打卡就算了 指導賣我的朋友上來 我們就在這裡打卡 在這裡休息一下 上來吧 這塊巨石 就是一個非常神似 哥斯拉的一塊石頭 你看到這裡 頭非常像一個 哥斯拉的頭 尾巴非常之長 去到這隻腳 都非常之似 這個地方 就是一個很熱門的打卡景點 這裡今天比較潮漲 所以都挺驚濤蟹浪 經歷過這麼長途 不是游泳過來這裡 和這麼驚濤蟹浪的 一些惡劣環境 這些極限運動之下 我這一部的小米手錶 仍然是可以正常運作的 這部小米Watch S1 Active 就是專門做一些劇烈的運動 都是非常合適的 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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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帥 拍照 拍照 來到這裡 正正就和這隻錶 做了一個海水的防水測試 帶著這隻錶 這隻錶 其實就可以面對很多嚴峻的 惡劣環境的場景 都可以經歷考驗的 這隻錶 亦都幫我記錄了我的游泳狀態 游了多長 游了多久 都幫我一一記錄低的 而且幫我量度了距離 我就可以大概預留幾多力 才可以游到沙灘那邊 而且這隻錶 除了可以記錄游泳之外 其實它有過百種運動場景 都可以進行記錄的 所以都很方便我們做不同的運動 剛才都經歷過一個很劈烈的運動 這部小米Watch S1手錶 它就可以幫我每十分鐘 記錄低我的血氧的含量 就可以第一時間知道 萬一身體有任何不適的時候 都可以第一時間通知自己 這部小米手錶 它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打緊急電話 尤其是去到這些這麼惡劣的環境 嚴峻的環境挑戰之下 其實這部小米Watch S2 它作為一個功能 就是一個通話功能 例如在我們這些運動場景上 遇到一些危險 尤其是去到這麼嚴峻的環境之下 就可以即時打電話 去找我們的朋友救救 做一個緊急的支援 這兩份禮物 真的非常貼心 都是一份挺有心思的禮物 你終於回來了 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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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風 游極都是原地踏步 幸好也有個小米手錶 幫我們一步監察著我們的健康狀況 稍微不慎 其實都可以立即緊急 可以聯絡到一些人 來啦 走啦 走啦 你大隻啊 走啦走啦 你今天的旅程呢 就完結了 總算成功可以探尋這個隱世的哥斯拉城 好累了 好累了 越游越厚啊 哈哈 它的浪不斷推出去 你要更加大力才能動 好辛苦啊 累到千萬 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希望來這裡玩的人 都要注意一下安全 因為也是一條挺艱辛的路 請大家訂閱David大衛的頻道 你的支持就是我的拍片動力